年輕的時候在公會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那時候覺得好像我什麼事情都能做 但是我都沒想到說我會變成網紅了 我們也一直把這個分寸抓很緊 就是說在防疫的期間 如果我們政府弄了很多的措施 那結果是變成社會的對立 那我們一定不會成功 我們會花很大的精神 但如果我們讓大家能夠合作 那我們成功的機會就變高了 我就一直這樣秉持就是很注意聽 人只要注意聽 就會聽出一些端倪來了 不要說太多的先入為主的想法在 一方面在記者問的時候 當然就會從這裡也會接觸到說 社會在想什麼 或者在政治上面大家在想 想什麼 如果我們聽得夠仔細 我們就會聽得懂 聽得懂就會有方向出來 我不喜歡大家說不敢逆一時鐘 我希望大家都就說覺得我們對 跟我們一起走 大家攜手向前行 就一直很難 就一直很難 大家就一直很難 從以前到現在 從開始 對於中國這邊的一個邊境管制 到於世界各國的邊境管制 我們都很困難很痛苦 可是還是要在一定怎麼樣保護 台灣的安全的前提下 來做這件事情 那未來我相信那個困難又會更大了 因為是在面臨要開放邊境 那個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 對不對 都做下去你才會真正知道 那個產生的影響到底多大 不過我們就是不怕這樣的一個疫情來 看我們的準備的量能 跟我們的控制的能力 像我以前在亞裔界推動的時候 口號是病人優先 品質優先 弱勢優先 我指的是說在這裡面 我要傾向這一方 我不是絕對的在這一方 我是相對的 像健保要改革 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提出來 但越能夠貼近量能付費的 這我們要 大家說你工會 工會當然要替 替醫師的權 但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當我們的出發心是什麼 我們當牙醫師不是出發心 為了病人嗎 如果你當醫師的願意 把他的權益夠好 那病人就會尊重你嘛 那你就會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嘛 所以健保的改革它也是一樣 結果我們要想清楚 它的基本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那個 那個整個制度要往價值方去移動 我們希望它 它能夠遮身 但是我們的 不以這東西作為我們最主要的目標啦 有價值的東西它有可能會被留下來 但是不是一定會留下來 那如果你目標要 一定要留下來為目標 那大部分都會讓自己很失望 那你會失去你推動的動力 你已經有漸漸比較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那對自己的要求也會更多嘛 那現在看起來我們也是在這關鍵的 衛福部的這樣的一個位置上嘛 那社會上對我們肯定的也多嘛 可是相對的制壓力也大 但是我還是比如說在時代裡面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盡責啦 那然後要稍微思考多一點 不要太短線 因為一兩年的事情那就過去了嘛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防疫 這過個一兩年就過去了 看遠一點做現在事 但並不以這個事情能夠被完整的留下來 當作一個目標啦 就我要做這個改變時代的人啊 我要在這個時間點做對的事情 那到底它對不對有沒有價值 那就下一代的人下一輩的人他會去驗證 好的你就會被留下來 但是這裡的反應 人家人因為被人家人掛在那邊 他們是很久不見的 看不見他 在這跟我說的